壯天新聞台換照聽證會 前六天NCC突襲宣布 增設主持人委員蕭其鴻 同時邀請與此案無關聯的 神旺投資董事長蔡衍明到場說明 傳出幕後指使與蘇貞昌脫不了關聯 所以他後來我高度的懷疑 背後一定有高層指使他 而且他可能來當主持人 只是為了要表達某一位高層的想法 能夠讓這個聽證會 照著某一線的想法走下去罷了 我一輩子都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努力 即便再三稱不插手 但今年四月蕭其鴻任NCC委員提名案 也是由蘇貞昌一手拍板 細就其背景全數都在交通部電信相關業務 並非媒體專業 卻被指派擔任聽證會主持人 傳出真正目的在於控制聽證會流程 引導不利於中天方向 而邀請蔡衍明到場更另有玄機 聯合報主編撰文指指 獵巫當然需要大魔王大怪才有成就感 透過邀請蔡衍明 行訴成大反派角色才能凸顯正義之師 蔡衍明出席就有公審目標 不出席又能達成心虛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雲音信箱 對此截稿前多次致電查證 NCC委員蕭其鴻 林立雲副主委翁伯宗等人 接位取得回應 行政院則是表示一切指控都不是事實 但系數過往 蘇貞昌遭質疑身首NCC 慶竹男書 獨立機關NCC 誰都管他不到 但他也什麼都不管 去年詹庭儀處理假新聞最後被請辭 更早紅山軍時期 前NCC主委蘇永青透露 蘇貞昌要求飛碟台灣之聲關台 2007年台式事故案 日本富士台報蘇內閣醜聞 同年TVBS新聞處理疏失案 蘇貞昌還向NCC喊話 監理文會要好好發揮監理的功能 政院更裸裂NCC十大罪狀 干預痕跡著撫甚深 現在又被指控清點聽證會主持人 蘇貞昌一句尊重獨立恐怕難招公信 這個台北宋報導